两个月的暑假时光即将结束 南投家福中心大南投区 三班客服班一告一段落 为孩子们展现这段时间的学习成果 昨日下午两点在水里城城国校举办解业仪式 当天透过学童成练美劳、绘画等静态作品 与可爱活泼的舞蹈表演 让孩子们这段时间的学习足迹与成长得以优受展现